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编开始啰 好 欢迎开始 哇 今天呢 天气真是很好 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 我冬季哦 又好像到来了 天气变凉了 那最近疫情要解封了 美国这边也有讲到说 这个 11月8号开始 對33個國家疫情解封 那對疫情解封這件事呢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期待 最近航空股已經漲了也很不錯 因為美國要解封 那美國的航空股漲了 那華航長榮這邊也開始漲 那未來疫情解封之後呢 如果說整個航空業也可能會續好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相關的財經新聞 那最近疫情要解封 大家有沒有想要出去玩啊 迫不及待喔 那老師私會的小孩子啊 以前我們每年過年的時候 都會去日本滑雪 那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兩年喔 我們也沒有去滑雪了 所以疫情開始之後呢 沒有去滑雪 那現在疫情要解封了呢 那大家就想說 好期待喔趕快出去玩 所以這些 這時候的航空股應該會有 期待排隊要去 那航空的飛機票可能會漲喔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可能是疫情解封之後的概念股 那我跟小編以前我們都會出去玩啊 其實我們兩個也好久沒有出去玩了 我在想說 欸每一次想到出去玩都會花很多錢 小編如果說欸我們 我們要想想好了 如果現在出去玩 這個我們來想一下 原宇宙概念股到底是什麼喔 原宇宙概念股就是怎樣 那虛擬實境啊 比如說像宏達店有做那個 VR的虛擬實境 那到底這個是什麼呢 因為Metaverse這個東西 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是 還是不懂欸 因為原宇宙這種東西 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那老師今天呢 師惠今天就有一個 非常簡單的例子呢 舉給大家 比如說女生都喜歡出去 去Shopping去玩啊 那每一次去玩我覺得 我們女孩子 我好不容易 今年存的錢 去玩一次可能就都花掉了 我還記得以前我可能 第一次存到一個20萬 就去美國玩一次就金三萬 然後自助旅行就沒有了 你看 以前去玩要花這麼多錢 那如果說出去玩這件事 我們可以不要花那麼多錢的話 欸是不是可以讓大家更踴躍出去玩呢 那這點怎麼做到了呢 我們可以想一下說如果今天 欸小編我們 上次去法國玩花了多少錢啊 三十多萬吧 呵呵 我們辛苦楚 存了三十的錢呢 去法國我們去買東西 看巴黎鐵塔這個 我們要花三十幾萬塊 才能夠去欸 那如果我們要想要 做一個時裝秀啊 去看一個時裝週 那我們要花的錢可是更多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今天呢 跟我的小編呢 我們兩個很開心的去法國玩 他可以在他家 我在我家 然後我們兩個躺下去 眼睛閉起來 然後覺得眼睛喔 戴上VR眼睛 我們兩個可能就一碰 他在他家我們兩個就可以到 法國的時裝週 那個時裝週秀齁 就看到很多漂亮的衣服 還有去shopping逛街 然後我們兩個還可以去看那個 電影喝紅酒去葡萄 那個酒莊喔 吃到美食這些 吃美食可能沒辦法啦 如果虛擾的話 可能只能看的這樣子 我們去體驗這樣的生活 如果小編 如果說我現在去花錢 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 當然如果我們shopping買很多東西 這個錢是沒辦法算 就是說,那你會不會很想去,還會不會心疼呢? 就應該比較不會心疼就對了 那這樣我可能跟小編可以到哪裡都去玩了 所以呢,這就是虛擬實境 那在元宇宙時代的來臨呢 其實呢,元宇宙概念股 通常呢 老師我呢,會做的就是 眉股跟臺股之間的相對應 那大家可以看 以眉股來看的話呢 這個,所看的就是輝達跟AMD 那我們來看一下輝達 為什麼輝達是元宇宙概念股的第一名 因為它的IC呢 就是來做很多元宇宙的一些基礎建設 那輝達的股價呢 它前一陣子7月份的時候它有分割 分割之後股價大概是188 最近又到了300多 才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元宇宙概念股這個實在是發酵的很大 那昨天的時候 AMD也是喔 AMD在元宇宙裡面呢 它也是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尤其是AMD昨天宣布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啊 它拿到誰的訂單 META的訂單 元宇宙 那META是誰呢 就是臉書改名字叫META 那 AMD拿到這個大訂單 那這些大訂單的IC與晶圓代工又在哪裡呢 就是在台積電啦 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介紹台灣最大的元宇宙的受益股 就是台積電 那我們來看看說 台積電它在明年度的時候 到底會價格到哪裡 台積電的未來性發展到底好不好呢 那今天呢 老師就慢慢的來教大家 怎麼樣去算出台積電的正確的本益比 跟台積電未來明年的股價到底會在哪裡齁 那大家可以知道 AMD的股價最近也分翻倍喔 那那個 那個 NVIDIA也是齁 那這兩隻 這兩個都是台積電最大的客人 那現在老師就把電腦打開 為大家準備今天的功課上課囉 今天老師準備的非常的詳細給大家看就是 台積電未來的合理股價到底是多少 上次老師有一個影片是教大家那個 富邦金怎麼算出富邦金的本益比跟合理股價 今天教大家是台積電怎麼算出台積電的合理股價 那以這樣子來看的話呢 我們來可以看喔 我們呢通常老師會怎麼做呢 先把台積電過去三年 2018到2019 2020年的合理股價列出來 那很多人說老師我股價是用什麼時候的股價 喔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大概有一個到 海投資 那上面你就打台積電 除全息 他就會把他每一年的除全息的股價列出來 比如說 今天我要算2018年的台積電 我就把2018年 他除全息之前的股價呢算出來 那他的EPS直獲利 已經是2017年的EPS直獲利 2018年出全息嘛 所以呢你就把他列上去 那2019年我們可以看一下 老師今天要教台積電很仔細 因為我覺得台積電 如果你懂他的合理股價在哪裡 他的 從他的本益比高中低 你抓出到他的股價會在哪一個範圍 你在這個範圍做波段操作 那你一年獲利50%也是有可能喔 比如說台積電 他今年的合理股價呢 其實就是在560到620之間 那今年這樣來回 我想已經第七 今年已經第七第八趟了 那一趟他大概就是10%嘛 十幾趟 那你有六七趟 至少50%的獲利也不是問題 但是所以今天的課程呢 非常的重要就是 我們必須扎扎實實的 把台積電的合理股價給算出來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喔 2017年的時候台積電股價是 除全息前 227.5 他在2017的獲利是13.54 所以在2018年這一年的時候呢 台積電的本益比 還蠻低的 是最低本益比 16.8而已 那我們看台積電在2019年的時候呢 他的股價來到344.5 那他的獲利是13.32 BPS值 所以他今年呢 從344.5除以13.32 他的本益比是算高的喔 25.82 那我們再來看2020年 台積電股價來到512 但是他的獲利EPS值是19.97 那他的本益比是來到25.63 欸好像台積電2019跟2020的本益比 都來到是25喔 那我們來看2021年台積電 如果以25這個本益比來看的話呢 其實呢 他的中等價位合理股價是600塊了 這邊老師有寫25有沒有看到 看到齁 那所以可以知道說台積電只要股價在600塊以下 你買 那比如說台積電常常跌到560 580 如果這是以獲利是24塊來看的話 合理股價是600 那如果今年台積電的股價呢 如果是23塊的話 你可能還要再減掉他的合理股價就是580喔 那如果說就是按照這個方式去算 就是什麼呢 如果說從台積電過去的模式來看 他的合理股價是本益比是25 那如果是25 你再乘以他的獲利 那就是他的合理股價囉 所以呢 老師這裡是說 欸如果今年2021年台積電的獲利是24 然後再乘以他的合理本益比是25 所以老師說台積電的合理本益比是25 這個答案呢是按照算出來 不是老師自己亂瞎亂蒙的喔 那同學們也可以這樣算喔 那如果是以這樣來看的話呢 24乘以25就是600囉 所以他的合理股價是600 那今天台積電612欸 今天收盤612 那台積電到底可不可以買 那我們就來算說 如果台積電他的未來 像台積電最近拿到AMD的大單對不對 因為AMD拿到Facebook TheMeta的一個大單 那他的單子 他的IC就是給台積電做嘛 那台積電最近還有一個漲價的題材 就是說他的晶圓代工是漲10到20% 所以大家預估 台積電明年的獲利是26到30喔 所以今天如果是25乘以26 如果本益比都是25的話 25乘以26就是650 跟25乘以30 750 這是不一樣的本益比 這樣同學會算嗎 所以今天呢 老師這邊 老師會這邊預估呢 是2022的預估 也許台積電的股價會來到650到750之間 那現在600塊的台積電 你敢不敢買 現在612的台積電 你敢不敢買 就看於說 你可能不要看短線這件事 也許你把他時間拉長拉長來看 至少買他是比較不會擔心就是說 會賠很多錢 我很少看到買台積電要賠錢的 其實說 賠的話可能是短時間短暫時間的賠 可是只要他的獲利有持續增加 再去乘以他的合理本益比 他的股價是有往上墊高的機會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 要配合一下全世界的經濟狀況 如果說 現在全世界的經濟是不好的泡沫的 或者是在通縮的部分的話 再怎麼好的股票 他還是會下跌的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今天 看這個課程的一個 這個YouTube直播的一個好處就是 至少我們知道說 台積電他未來的股票的獲利呢 跟他的本益比呢 來看到他可能性在哪裡 那今天呢 就是分享這個好的東西呢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對於台積電呢 有任何的問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Tower 演唱比特朗尼